我们现在读经的时间 诗篇六十一篇 六十三篇一起读 我在床上纪念你 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这篇诗篇说到大卫在干旱皮佛无水之地 这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在他未做王之前 被素罗追杀 他就在旷野一直被素罗追赶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困难之下他就寻求神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后来他就被他的儿子追杀 他的儿子厄沙龙造反 结果他就跑了出去 比较高的可能性就是之前那个 因为他之后他不是走得很远的 但是最初这一次被素罗追杀 他走得很远的 他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我们有时困难就会担心怀疑 但是他就切切地 这篇诗篇很特别的 就是用一些很强烈的字眼形容神 他渴望神的程度 我切切尋求你 渴望你 我切勿你 你看看很多说到他的动作 我要占仰你的 占仰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 然后下面就说到 我要重赞你 我要清赞你 我要举手在床上纪念你 就是说到他很多的动作 然后也说到神如何回应他 第三次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真的神的慈爱很好 1998年的时候 安卡罗为我按手的时候 神的爱涌下来 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我就知道上天堂会多好 那种爱 耶稣啊 多谢你 多谢你 到今天为止 我随时祈祷 即时神的喜乐和能力 即时会临在我身上 这个我也是很感谢神 我都希望大家渴慕神 不要不断去祈祷 因为神是充满恩典的 他里面有很多礼物 是极多的礼物 你收到多少呢 你越收得多 你就生命越改变 其实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神属性 讲到很快呢 就是因为我收到神很多礼物 我知道神礼物很多很多 所以我心很切慕他 我想到神就喜欢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经常想到神 神真的好 多谢天父 神真的好 神真的好 所以他就整天都在亲近神 他又在床上纪念神 夜间思想的时候 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 即是整个心很饱足 很丰富 很满足 并且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神 就是他心里面充满喜乐 来赞美神 接着第七节 因为你曾帮助我 可以继续读 因为你曾帮助我 我就在你翅膀的任下欢呼 我心紧紧地跟随你 你的右手扶持我 但那些沉索要灭我命的人 必往地底下去 他们必被刀剑所杀 被野狗所吃 但是王必因神欢喜 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 因为说方之人的口必被塞住 你说神就会帮助我 在神的翅膀任下欢呼 神是否有翅膀呢 其实这只是代表性的字眼 因为神是个灵 他是没有肉体的 耶稣有肉体 但耶稣是没有翅膀的 这个只是形容在神的翅膀之下 任备我欢呼 即是神保护我 祝福我 我心紧紧地跟随你 即是心天天夜 整天跟着神 神的右手就扶持我 而那些要沉索我命 攻击我们的人 其实他很惨 更惨我们 所以我们为他祈祷求神 祝福他们 但是王要因神欢喜 我们因为神而欢喜快乐 凡是指着神起誓的 都要夸口 即是神是真是美善的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下으吃完 好 呀 你 我 啊 你 好 你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